小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这张照片很熟悉? 这张照片是孙中山在撰写建国大纲在我们大元帅服 它现在用在哪里呢? 用在我们台湾地区新台币100元的面值 就是以这张照片为原型的,以这张照片为设计的 从台湾来的小学生在自己的包里掏出100元的新台币 上面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裹针和展览馆里的照片一样 追寻孙中山先生的足迹,了解革命、历史故事 是这帮来自宝岛的孩子们这几天的暑假作业 7月9日,第11届台湾青年岭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亲子探寻营 在广州正式开始形成 来自台湾的亲子家庭参访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大元帅服等地 沉浸时体验孙中山先生历史功绩 感悟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 领略多姿多彩的岭南文化 这次是特别,就是跟团来这边玩,也是第一次 就有上网做那个调查,就是看到这里有很多美食,我就很期待 我觉得都很合我胃口,都是我爱吃的 在许多游览处,孩子们看得比家长们还认真 对年纪还小的孩子来说,第一次来到大陆,所有的感受都是初体验,很新鲜 而对于稍大一些,已经上中学的学生来说 这些行程,可以看到许多在学校课本里没有的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 来自高雄的李毅勋一家,是第一次来到广东 这位爸爸就希望这一趟可以给孩子带来新视野 很多东西尽兴术不如无书 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台湾的教材怎么删减,怎么样的 那完了之后呢,会回归到最原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是不可抹灭的 我们说是一个同根同源的一个中国人嘛,然后完了之后,孩子呢 他对这一块也非常的认可,他也觉得说,这个我来到这里 我可以好像走到这块,摸着这块道路啊,摸着这块石头啊 都是以前古代人曾经有过的,所以他等于是,算是亲身经历的去体验历史 而不是说只是用一个听老师说,或者是我自己读历史这样子 因为以我的年代来说,我们的课本有提到那个孙中山的一些生平 奋斗的过程历程 我的小孩他们现在的课本已经被拿掉这一块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包括抗日啊等等这个史实啊都被拿掉了 对,那趁这个机会呢,能够重新认识一下 一行人中,也有不少对大陆很了解的资深家长 有的在大陆工作,有的来过旅游 来自台南的吴俊青曾在大陆工作七年 但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 这一趟行程,对他而言,也是对大陆印象的刷新之旅 落地到现在看得到电车非常的多,就是蛮环保 还有路上整洁度啊,跟以前真的是差太多 现在整个街道超乎我想象的干净 现在这个这么多人的一个城市,这种干净程度真的非常厉害 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亲子家庭既观看历史展览,也走进广州的大街小巷 看都市面貌,感受传统风情 还可以参与传统乐视典型制作 跟着大厨学习,包出一笼笼合家欢虾脚 爸爸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行程 给孩子们提供不同于学校教育的视角和知识 让孩子们接触更多元的文化 既读万卷书,也走万里路 课本毕竟是可能都是些轻描淡写的代过 然后借由这个实地的一个参访 他们对这个孙中山先生 还有一些这个人文古迹这方面的 他们有很深刻的一些印象 这方面我们有机会也会跟他解说一下 他们缺失课本没有讲到那一块 中国人怎么来的,你得懂啊 是吧 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话 今天我们还是很落后的满清朝代 所以这一块 我是觉得做人也是要饮水思源 知道先人的奋斗的过程 所以我们有机会也会跟他很正向的说 一些我们这些历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